歌手杰石杰总被华晨宇打败,他就此事表达了看法。 华晨宇在中国火吗?那是相当火。但他终究是资历上浅了新生代歌手。身为国际大牌的杰石姐杰石杰战胜了一众中国歌坛前辈,却总被华晨宇打败,他会如何看待这件事? 要知道,地位越高的人往往越骄傲,被资历和知名度都不如自己的人打败,心里通常都会不舒服。 首先,杰石姐确实有小骄傲。华晨宇没上节目之前,杰石姐不管是玉头还是正头,都是第一。 这部,第三期节目又与头第一的他高兴地对汪峰和李全说,别恨我。 当李全对他表示祝贺时,他又说,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心的,还是复刻一下说恭喜。 西式幽默中带着满满的骄傲感。但自从华晨宇来了,杰石姐屡战屡胜的骄傲就荡然无存了。他会因此心生介意吗? 上一期节目中,杰石姐就此事表达了看法。 在华晨宇获得玉头第一时,杰石姐称赞她是节目强者,并且顺便吐槽了一下自己总被打败这件事。 她说,在她来之前,我本来成绩超好的。一句话配了两个表情,分别是白眼和冷笑。 不错,这又是西式幽默。很容易被我们舞姐的西式幽默。 以玩笑口吻来吐槽,显然杰石姐对自己总被华晨宇打败这件事并没有放在心上。 不得不说,这才是国际大牌的风度。 对于杰石姐来说,歌手可能只是她的一次不一样的经历。 虽然节目形式是比赛,但她只是来唱歌的,而不是来比赛的。 将书赢看淡,才是王者的体现。 此前,因为突发疾病,无法参与第八期录制的杰石姐,现在终于康复并回归了。 期待着后面的节目里,她能带来更多更好的歌曲。